不過接下來要聊聊的是關於華為 王者歸來 這一次其實動作頻頻 積極的搶佔市場 那之前推出的這個預購 這個X5折疊機 在市場造成熱賣 一支要價人民幣1.69萬 折合台幣大概7.4萬 所以大陸的網友稱為 這個叫做電子茅台 那另外今天下午 華為也有秋季發表會 那關於華為 對整個市場所帶來的影響 請問一下建勳 有什麼新的訊息 可以跟大家聊聊 好 今天下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華為的第二波的 新機發表會又來了 為什麼選在今天 它有個特別的訊號你知道嗎 第一波的訊號是因為 美國的商務部長來中國 中國給他打臉 那今天是第二波 第二波是華為的小公主 叫做孟晚舟從加拿大 被釋放回到中國 那今天是兩週年的日子 剛好就今天 他就選在今天 所以他有點像孟晚舟這樣子 你要勞盡使命 污望初衷 污望國商 污望國耻 這樣的一個底蘊在裡面 他選擇在今天 就發表了第二波的 很多的新機的發表 包括Mini LED的電視 還有新的手機等等 其中在這一陣子的 發表會裡面 受到大家討論最多的 就是折疊手機 最貴要74000塊台幣 被這個中國網友 認為是電子茅台 什麼叫電子茅台 先講茅台 茅台第一個是很貴 然後第二是很稀有 以前是你有茅台 你額度 你轉手 去電子商場 你再賣 就可以賺利用錢了 你知道嗎 現在華為 特別是像MATX5這個東西 他沒有Lunch 他就默默的賣 結果多久的賣完 一秒鐘 他一秒鐘就賣完了 一秒鐘完售 然後賣完之後 他就黃牛就到電子平台去賣 他就直接可以往上再炒 可以加2000 3000 4000人民幣 所以你一支手機華為的這個X5 你就可以多賺 大概1萬多到2萬多的 這個黃牛價錢 大賺 這麼好賣 所以這個X5熱賣之後 這個華為的執行董事余承東 他說未來地表最強的 折疊手機要看哪邊 看華為 你知道嗎 折疊手機可以說是 全球最新的手機 在一片比較復甦的 這個情況底下 一均突起的一個 就是折疊手機 大亮點 我們來看這個數字 雖然還小 2023年第二季的手機 折疊手機是220萬支 它的年增是42% 這個年增幅度是很大的 所以它絕對金額很小 今年大概折疊手機 全球大概賣不到2000萬支 但是年增率還是有 四成到五成之多 三星它預估 未來2027年可以有到7000萬支 這個占智慧型手機 大概5%的一個市占率的份額 現在整個折疊手機 跑得最快的是哪邊 就是三星 第二個就是華為 其實看在座的各位 我看到有一支手機裡面 就有一支折疊裡面 有一支 所以三星跟華為 從明年開始 會推出中低階的平板手機 就是折疊手機 只要現在的價格大 四折 五折 三折 你知道折疊手機 用的人都還滿喜歡的 就打開來 可以變成好像一個小平板 然後這個 顯示器又特別的飽滿 你知道嗎 看起來特別的好看 所以包括像追劇 或打一些報告 都滿好用的 所以華為從明年開始 其實現在已經在打了 今年上半年會出現 比較大幅度的成長 中國市場是最大的 折疊手機的市場 佔全球大概六成 有網友就講到 現在華為要左打蘋果 右打三星 那三星怎麼辦 因為對中國的網友來講 蘋果是信仰 華為是復活 華為是愛國 所以就會搶到了三星的市場 中國現在消費疲軟 而且房地產的風暴 還在滾雪球 這樣子會不會影響到 他們手機的銷售 後續的續航力 其實中國從閉月園 跟恆大事件之後 看起來總金都非常的不樂觀 你知道嗎 房地產的危機四起 讓很多中國的投資人 拋售境外的資產 像有一個例子 他們在拋售 在東南亞就是泰國的資產 他們要買200多間的公寓 結果只賣出了6間 無獨有偶 北京市的昭陽區 昭陽區是一個 很蛋黃的一個區域 它裡面有二級幾間大學 人民日報 中央電視台 北京電視台 全部都在昭陽區 看起來厲害吧 他網拍154戶 結果只有15%左右 20戶賣掉 太慘了 太慘了吧 結果沒想到的是 中國的統計局前副局長賀坑 他講話真的是 真的是坑槍有力 自如其名 他講說 中國現在的空屋率非常的高 有30億的人口都住不滿 現在只有14億人口 但是我現在房子 有30億都可以住你知道嗎 可以將近地球一半人口移民了 對 他就是吃了純實豆沙包 可能是下台了之後 比較可以講真話 敢講真話 那不只如此 今天有一個比較新的情況 恆大 他今天收盤價是0.44元 他傳出了說 我的境外重組 可能不如預期 不會舉行 你知道這有多嚴重嗎 他不是上半年 虧了兩兆多嗎 然後有幾百億的債券還不出來 他說等一下 我來重組 重組的意思說 我發新的債券 來還救的債券 這是方案一 方案二是我集團還有其他的股票 我來跟你做一個轉換的動作 就連這樣的動作他都發不出來 他說因為我的地產 現在被立案調查 我現在要借薪還救 可能這個資格有被挑戰 所以今天恆大的股價一度 跌兩成多 收在0.44港元 連雞蛋水餃股 對 這種超低價 還能夠再暴跌25% 所以看起來這個問題 還有得多 這個其實我剛才講錯了 雞蛋水餃股 其實都有一點高估 你知道現在雞蛋 在這個超商 超商界是一顆賣 10到13塊 那水餃根據這個八方雲集 或者是四海幽龍 現在水餃一顆也要6塊 要6塊半 所以他現在股價 剩下2塊不到新台幣 現在超商可能只買得到什麼 買得到環保垃圾袋 在香港這種叫仙股 對 仙股 超低價的 對 所以看起來這個總體經濟 中國的總經濟 還是非常的疲弱 這個手機能不能賣得好 還是要看老百姓的口袋 能不能夠掏出錢來買 好 謝謝建勳 那你知道嗎 全世界iPhone在日本的銷售 是第二便宜的 為什麼呢 受匯於日元的匯率大幅貶值 不過現在日本央行跟政府 對於日元的匯價想法 好像有些不一樣 那究竟這個對於日本的匯率後市 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還有美元還會不會再強勢下去